好 來關心天色 入搜首鋪的高壓冷風來南薩碎東北風 我替北台灣帶來非常顯著的藏污和雨勢 在昨天大家應該是北台灣都非常有感吧 好 今天天氣如何 我們就來看看 微星雲圖上面 今天持續是吹的東北風影響之下 所以我們看到了在上半天 雲風面 雨勢還是蠻明顯的 今天的天氣 同樣一樣是北東比較濕涼 而至於中南部是早晚偏涼 沿海的話就要重點是 地島風浪比較強要注意 我們看到雨區預報 也來看一下 在今天上半天 雲風面的部分 當然就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您看到比較明顯的色塊 在這裡容易出現的是降雨的情況 尤其在新竹以北 宜蘭的雨勢持續 而且明顯有局部大雨 甚至是蠔雨發生的機率 中午過後的話 雲風面降雨就有機會來逐漸減少 北台灣出現局部大雨或是蠔雨的機率也是降低的 而晚上之後您看到這雨區是逐步來縮小 所以也代表是水氣減少之下 像是在中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宜蘭降雨機率高 可是中南部就比較不受影響了 整天大多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只有午後南部還有中部的山區 可能會有些局部短暫陣雨 至於其他部分 則是都是晴天 好 我們看到接下來東北風的明顯拼牆之下 在台南以北 東半部 還有橫沉半島 沿海空曠地區 在馬祖 這些地方都有9到11級的常見風 高雄 屏東 沿海空曠地區 還有大台北山區 容易也會有常見風的情況 所以北部宜花 感受上面還是整天偏涼狀態 溫度我們就來看一下 是介於20到25度左右 尤其桃園以北 宜蘭白天 低溫大概是22到23 其他地方早晚都偏涼 也是在22到24度左右 高溫佔不太上去 大概是落在31度以下 白天南北的溫差就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 南來北往的時候 就要多多地留意溫度上面 溫差上面的變化 小怪溫有了 比例 大澳邊 regular Shawn酬 El rad Trans Alice 贏 超人 的